听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关注 我是主持人马伟战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 全美和平统一促进会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邹志强 志强你好 马台长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5月中旬爆发新一波疫情之后 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显示说 蔡英文的信任度和执政满意度 双双地创下了2020年连任以来的新低 并且是濒临死亡交叉 那对于这样的数据呢 志强你怎么看 这个台湾这个新冠这个单日 这两天单日就38个人死亡 创作新高 新增的是511个例子 这个本土确诊 可见这个台湾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疫情 持续的这个延烧 从这个5月11号到目前 已经超这不到还不到一个月 才三个礼拜吧 已经突破了这个1万个人 那这个台湾的这个疫情中心也说 这个最近这个例子是非常的高 看起来疫情的确是没有什么好转 所以说相对这个蔡英文这个民调 也这个相对这个下滑 那根据这个明镜 这个美丽岛电子报最新的民调 有超过六成的民众认为这个台湾这个 对于获取新冠疫苗的进度太慢 那5月中爆发这个这一波这个疫情之后 这个民调显示蔡英文的这个信任度 还有他满意度都创下了从2020年以来新低 那根据这个报导这个民调显示 5月份蔡英文的信任度为48.1 已经低于50%了 掉上个月下跌了9% 那不信任度46.7 也增加了10%比上个月 那他这个目前这个信任度 已经是可以说是他这个最低的记录了 那至于他执政满意的部分 满意不也是49% 比上个月也掉了7 不满意47% 也比上个月也升了6% 所以说不管是执政这个满意度呢 或者是疫情这个满意度 都是都是最低的记录 那吴子佳就美丽岛这个电子报 这个吴子佳他也说 这个蔡英文连任2020连任之后 民调本身就一直维持一个格局了 但是嘛虽然经过这个台湾 美国这个毒株啊 输台啊 还有这个一些公投啊 还有一些旱灾啊 停水啊 他前一阵那个泰鲁阁号 这个造成49个人死亡人祸啊 最多最多也不过 让蔡英文受一点疲肉伤 可是这一次的疫情啊 辛果燎原的疫情啊 可以真正就这个这个这个 让这个台湾的民怨啊 达到了非常非常高的地步啊 那这个最近亚惠也做一个这个 这个也做了一个这个这个民调 他这个 而且他这个民调是在这个 吴子佳这个美丽岛的民调之后掉 之后做的啊 网络民调 这个民调是85%的人 对这个防疫这个政策啊 非常非常的不满意啊 所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高了 那所以说也也證明说最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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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 是已经大大的打击了这个民进党的这个信任度 据我所了解 《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吴子佳 是民进党的议员 他作为民进党 他也是不看好蔡英文的是吧 看不下去了 是是是是他也是绿的 事实上最近好有一些民营党绿的啊 也开始有一些人开始 还有还有个民众党 民营党市场也是偏绿 这些慢慢就都对这个政策 都很有很大的意见 比如说民营党这个女议员这个这个 向而他这个评价很高的这个高家喻啊 还有民进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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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振亮 几位啊 对这次民进党的疫情这个这个措施啊 都都都批评的很厉害啊 所以说他们这次我想 连民进党也很多开始讲话了 证明说他们这是做的真的是很糟 面对外界质疑民进党炒作台湾高端疫苗的股价 台湾当局的领导人蔡英文呢 在5月31号宣称呢 他已经做的内部清查 绝对没有炒股的问题 志强您觉得民进党到底有没有炒作高端疫苗的股价 我觉得不管他有没有在炒作 可是他在力捧高端 这是个事实 所以他力捧的这个程度 是令人匪夷所思啊 那这两天这个高端疫苗啊 也宣布跟这个台湾的卫福部 签署了500万的这个疫苗的采购合同 那这外界就更有各种各种的这个阴谋论啊 为什么呢 绝对就是说这个现在民间团体啊 想要就台湾现在疫苗很缺嘛 想要跟这个国外进口疫苗 那民营党就不断的不断的 然后可是嘛这个高端疫苗 目前才在做这个第二期的这个实验 你马上就给他签500万计 显然那个公布的时机啊 明显就是这个在炒作啊 就是说你看我们还是国产疫苗好 然后就是就是低调来谈这个 这个民众要进口这个弊苗这件事情 那对于这件事情 我刚刚讲过民营党这个立委啊 高嘉玉也说了 说政府高层一定要赶快调查是否 这个有关人员有持有高端的股票 那金管会就是也应该对外说明 不能让各种的留言阴谋啊 一直这样传下去 就是说你必须真正的去 不能靠嘴巴说哦我查了没有 对不对 那民进党民众党一个高端啊也说 政府应该赶快来澄清高端公司来源 组成还有关系人的背景 采购案的决策决策过程 这些东西都必须公开透明讲清楚 来解除国人对这个台湾这个民进党这个疑虑 为什么在短点两年之内啊 高端的股价能够在EPS负值之下 从每一股30块啊 新台币啊 一块美金吧 飙到400多块 市值从50亿狂增到800多亿新台币 这中间有没有恶意炒作呢 还有坑杀五股的股民呢 有没有这个官商媒体勾结呢 而且据了解就是说 有时候这个股价跌的时候 台湾有一个习惯就是说 会有一些国家一些基金会进去 就是说把这个股票把它拉回来啊 可是发现好几次高端都是在里面 也是跟大陆讲这样重点才采购就是啊 那所以说这个赵昭康啊 也认为说这个蔡英文应该郑重的宣布 我及我的家人啊 亲属朋友绝对没有购买高端股票啊 也要求金管会地检署 廉政署去彻查啊 你光说你自己调查没有用啊 你要去彻查检查 因为叫这个司法部责下去才有用 那因为高端疫苗 现在只在第二期的实验阶段 马上就把它拿来疫苗 为民众施打 也等于说是把老百姓当做这个活体实验 那个背后到底有多少的利益 而且他没有国际的认证 也没有保护力也不够强 所以谁敢打这只有两期的实验的药 对不对 所以说最重要说现在还是就是说 赶快能够进口这个国外这些优良的疫苗 让人民有这个选择的权利 可以自主来选择疫苗 国民党举办挺医护要疫苗 667发生活动 呼吁大众的在家中敲击玻璃 与锅碗瓢盆 驾车明暗喇叭 在马路步行的人呢 应该是大喊要挺医护要疫苗 或者是打声鼓掌等方式 向政府表达无言的抗议 智翔现在这个活动的效果怎么样 现在又因为疫情严峻 老百姓关注疫情的议题 所以说国民党就办这个活动 呼吁大家敲玻璃 然后在示威的第一天 车龙是蛮凶的 他挤满总统府的海道 还有重庆南路啊 贵阳街这些地方 在下午两点的时候 车子开车开到台湾的总统府的前面 狂按喇叭 向蔡英文表示说我要疫苗 那有些人说他按这个喇叭 是这辈子按的最痛快的一天啊 那这个这个按喇叭这个诉求啊 总总他按了他们想到27分钟 那这个前这个卫生署署长的杨智良 他也发动一个就是说 在6月6号晚上8点钟来熄灯 熄灯一分钟 全台家家户户各业熄灯 来表示对这个蔡当局施政的这个无方 使台湾陷入这个疫情的黑暗期 强烈的不满抗议 要给蔡英文的一个当头棒喝 那蔡英文对股民怨他是怎么样呢 他选择装容作哑 对人民路过按喇叭吗 要疫苗的抗疫行动 反而以政治的操作来抹黑人民的愤怒 蔡英文他本身他过去他曾经说过 他说如果政府听不见民意 可以拍桌子 但是这次看来这个拍桌子 还是不够大声 所以说老百姓用这个喇叭声 来吵醒这个装睡的人 那蔡英文这样害怕这个民意的废城 所以他这个周围要布置重重警力 阻挡民意 很多前来响应的这个车辆 都没有办法靠近 连这个按喇叭的民意都都打 我不知道蔡英文到底他才怕什么 我的感觉是 与其让这个蔡英文 去阻挡人民反应这个疫苗这个事 还不如把心思上好好的放在 怎么样去让台湾有更多更多的疫苗 根据日媒的报道呢 说日本供应124万剂的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给台湾 4号下午呢抵达台湾 此外呢台湾也将会和其他的亚洲国家 一同获得美国分发的新冠疫苗 志强现在台湾疫苗的缺口有多大呢 从疫苗的数量来看 扣掉这个日本这两天 捐给这个台湾的124万的AZ的疫苗 台湾目前只有50万个人接种 施打率不到2% 那他对外采购到货的AZ 还有这些Moderna的这个疫苗 事实上只有这个86万剂 占了2000万疫苗的4.3左右 那这个比例还是太低太低了 所以说台湾不应该是只有依赖这个外国 这个政府捐赠的疫苗 还是应该多多预散 广开大门 接受这个企业还有这个公民团体的力量 多管齐下的向国外争取更多的疫苗 但是这个民进党当局 对这个企业这个 这个民间的还有民间设法进口的国外疫苗 反而的态度反而是处处的阻扰 百般的刁难 可是相信之下 你如果注意到这次这个日本捐赠给台湾 124万这个AZ疫苗 从5月底 在短短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并以这个光速非常快速的到达台湾 这个在同样这个在前一阵子要捐赠疫苗 却被这个要求要提出八大文件 五项程序 还有什么这个反正一大堆这些资料来卡关 对这个郭台铭还有佛观山的看起来 应该还不是滋味了 可以看出民进党对日本还有国内 台湾这些企业捐赠的疫苗这个双重标准 那大陆要捐这个上海复兴代表的500万这个BNT剂 民营党就说大陆没有再打的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不准 那郭台铭要跟德国BNT药厂这个下购这个500万剂 民营党就说没有原厂授权数不准 那民营党是否有要求日本也备投这个八大文件呢 要这个原厂授权书呢 如果是没有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比照相同的标准 来要求其他的捐赠的这个疫苗单位呢 那日本这次捐了124万疫苗 当然很多人说要感谢了 可是对这个日本捐的这个疫苗这个利临的跪屑 对这个郭台铭要捐赠500万 而且还百般刁难说得过去吗 而且最近又有新 今天还有新的消息出来说什么 说原来这日本外相这两天说 说台湾只要少量的疫苗 因为等到7月 这个台湾的这个台产这个疫苗就会出炉了 这是日本的外相说的 而且是朝日新闻登的 换句话说 我很不能了解这民进党的心态是什么 他们外相现在就是说 我尽量 就连日本要给疫苗 他也说尽量少 因为我要等 扶持这个国内的这个疫苗 我要等到台湾这个疫苗出来再说 因为台湾疫苗7月就来了 所以你不用给我太多 这种心态实在是令人寒心呢 真的令人寒心 所以说民进党现在就是应该 开放民间还有企业来的疫苗 不要再去做一些负面的事情 而且我在想说 如果今天是马英九执政的话 绝对不会像民进党这样的 做这种事情 而且我相信马英九 不管是日本捐的啊 AZ啊 大陆要捐的BNT啊 美国要捐的啊 他都会大方接受 那像郭台铭啊 佛光山啊 张亚忠这些要捐的这些疫苗 也会全力配合 台湾绝对不会像现在 大家等着疫苗救命啊 还有甚至现在很多台湾人 要搭飞机到美国接种 接种疫苗 所以说这同样是疫苗 日本民进党对日本这个疫苗 打开绿灯 对这个国内这些疫苗 反而带颜色 不断的卡关 这样真是一个双标 我真不知道他们脑子在想什么 台湾本土的疫情呢 十分的严峻 而日本无偿提供的124万剂的 阿斯利康疫苗呢 在4号就已经抵达了台湾的桃园机场 在台湾面临困难之际 日本及时的伸出了援手 外界呢 也是纷纷的表达对日方的感谢 对此呢 台北101也在大楼的墙外点灯 以表达对日方的感谢 志强101是台湾的一个地标建筑 每年在那里跨年的人特别多 对 先谈到日本这次的疫苗 日本根据台湾的中央社统计 日本跟这个辉瑞 得到了1亿9400万剂 而且跟Mondana也取得5000万剂 虽然日本也跟阿斯利康签约 今年他也有1亿2000万剂 但是因为阿斯康疫苗 有出现血栓的现象 所以说日本决定不打阿斯利康 因为健康的疑虑 孔子说过一句话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不大了解台湾民营党的心态 别人不要的东西拿来送给你 你有什么好高兴的 日本人既然有Mondana也有辉瑞 为什么不送这些疫苗给台湾呢 连日本的国会议员都说 他说我们不要的疫苗送给台湾 这样合适吗 如果今天日本把这些疫苗送给美国 送给欧盟这些国家他们会要吗 日本人本身他们是送你 如果是要送给地位比较低的 会送什么 会送家里一些不需要的东西 那今天如果有一个人 你认为他跟你非常非常好 他跟你说这些东西有点问题 我们家人不吃 送给你们家人吃 你会觉得你受了帮助吗 还是受了侮辱 日本在311大地震的时候 台湾捐的是现金 是紧急的救难物资 并不是我们不要的 而送给日本的 而今天日本回赠给我们的 竟然是他们不要的东西 台湾竟然感恩戴德 举国欢腾 我觉得这种 连日本人眼里看的话 都觉得不知道该笑 还是该惭愧 这个阿斯利康可能相比 辉瑞和莫德纳的话 他有一个不同的点是 他便于运输 对 这也是事实 这也是事实 然后这连青绿的 这民事最近他也批评 他在5月21日他说什么 他登出一个说 AZ有这个血栓疑虑 日本不要 可是等到5月28号他又登出来 他说台日友好 血栓AZ丢给台湾 这是日本 这是台湾的民事 很绿的 自己自己登的 所以说日本捐赠台湾自己不要的AZ 本来以为这些临时出现这些疫苗 是不是应该给一些台湾一些高风险的族群先打呢 比如说第一线的医护啊什么这些的 结果现在反而台湾那些说什么 说要先给在台湾的日本侨民 给他们先打 打完再轮到台湾 所以说台湾等于说 还是要先给日本人先打再轮到台湾 然后说到这个台湾这个跨年啊 这个台北的101跨年烟火 从这2004年这个竣工之后啊 每一年都在101释放这个烟火 每一年都很精彩 那这个烟火秀啊 等于说跟台湾的民众一起迎向这个新年 那这个表演的特色是 是这个释放这个世界上 这个空前含有这个摩天大楼式的烟火 也是有记录以来 第一次在这个摩天大楼上释放大型的烟火 也是世界上释放点最高的烟火 那自从举办都来啊 配合周边这个跨年晚会 每一年都吸收这个数百万的人 到现场去观赏 并成为国际 还有台湾最知名的跨年活动之一 那去年属于这个疫情时间啊 台湾的台北的101去年 还是继续举办跨年的活动 而且继续释放烟火 但是因为COVID-19的疫情的关系 人场人数受到限制 而且全程活动保持着社交距离 定制饮食戴口罩还有量体温 必须实名参与就是啊 台湾的经济部表示呢 说一名员工因为身体不适 自行前往筛检之后确诊 由于此员工和经济部的长官王美花 次长曾文生曾有互动 王美花与曾文生呢 也启动了隔离 志强 这是台湾目前呢 在这个政府工作的 受到疫情影响的 并且遭到隔离的最高层级吗 是 根据台湾这个中央社的消息啊 台湾这个经济部表示啊 一个员工 因为身体不适 所以他自己前往去筛选 然后确诊 因为这个员工啊 跟这个这个王美花啊 还有次长这个曾文生曾有互动 所以说也就被列为这个密切的接触者 虽然快筛还有核酸检测啊 这个王美花跟曾文生都是阴性啊 他们还是启动的隔离 而且居家隔离14天 这个王美花也就是成为 台湾这个部会首长中所谓隔离者 也是所谓的台湾这个 目前单位上受益影响的 遭隔离的最高基层 那他的先生呢 就是国安秘书长顾立雄 那他顾立雄4月就已经打过疫苗了 所以说他只需要这个 台湾的政策是只需要这个健康侦测 那看到这种消息啊 没有人会高兴啊 因为病毒不分蓝绿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王美花 只不过就是说每一个人 就是说不见得就会 会碰到像王美花 这样这样好的待遇了啊 当然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平安健康 也希望台湾这个疫苗 能够赶快这个就位 让大家都能够这个平安健康啊 好的 谢谢志强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马台长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谢谢马台长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